贵宾 各位教授 各位同学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到香港城市大学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么我的题目就是这个王道的世纪 永续发展 指前东风 我们先我要讲的就是永续发展 然后我再讲为什么指前东风 我想从这个自从这个Bondland 这个在1990年左右吧 提出这个所谓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个论述 大家知道他是挪威的一个lady prime minister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是20世纪的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对全球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报告 这个在联合国里面提出来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里面主要是三个最重要的支柱 就是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 跟这个社会正义之间 怎么样取得齐头逼近的发展 让现代的发展 不会去剥夺未来的 他们发展的机会 就为我们的子孙们 持续 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个自从提出这个以后 我们看看过去差不多20多年以后 这个经济跟环境的平衡发展是有进展 尤其在先进国家 科技发展的国家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 可是对于社会正义这件事情 不论是在一个 这个domestic或者是international 都遇到很大的瓶颈 可以说很多地方乏善可乘 那么当然有人就提到 是不是文化应该是第四根支柱 前面讲的是三个支柱 那么我很简单的告诉各位 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谈这一部分 文化不是第四根支柱 文化却是这三个支柱的基石 我们看看 这个Toynby在历史学家 在大概1970年到80年之间 他提出一些这个预言 我们常常都很熟悉的 就是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他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个让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好像吸了一口鸦片一样的 大家不禁就很快乐 但事实上我们看一看 基本上我觉得你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纪是谁的 那他应该对这个人类应该 文化跟文明要有重大的贡献 那19世纪的英国 不管是在科学 在工业革命的先驱 议会政治 现代化的教育 法治 金融 医疗 看护 等等 这些制度上面的创导者 这个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从19世纪开始 所以我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 他并不是全然靠 这个船舰炮利 当然船舰炮利也 也确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 除了船舰炮利之外 他对人类确实有 这些文化上的贡献 20世纪的美国 他是平民化的民主 他鼓励创意 勇于创新 敢于冒险 资讯通讯科技 网络 全球人实现美国梦的乐土 不管我们怎么批评美国 你看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在美国大使馆前面 排长队的人要去干嘛 要去练书 要去移民 要去寻求他的美国梦 所以他对人类的文化 跟文明上面 也有他不肯磨灭的贡献 那么21世纪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 一个经济大国 但我们要问的是 它是一个文化大国 它对人类的文明的贡献是什么 我们不能再谈 这个子兰针 火药 印刷树 这些东西 那么事实上 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 是所有的华人 其实可以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那么崛起的这个大国 可能是一个经济上的 这个的一个巨人 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中心 也许是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但是它不会是等于19世纪的英国 跟20世纪的美国 这个答案是negative 是不可能的 那么台湾比说 他说20世纪的人类 像极了中国战国世界 就是大国跟大国打 大国跟小国 小国跟小国打 就是大家打成一团 那么21世纪的文明 走到这个边的一个文明的困境 要用儒家思想 他explicitly说 要儒家思想跟大神佛法 里面来找答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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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